你跟长辈说 我带你去看医生看看你有没有失智症 长辈会生气哦 所以不能这样讲 如果他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完全不觉得我自己怎样 大部分的失智长辈是这样的 就可以用很多方法 大家好 我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立玉 失智症它是一个症候群 会有很多不同的症状组合起来的 包括了有记忆的障碍 方向感的障碍 语言表达的障碍 行为上的一些障碍困难 还有空间视觉的障碍 他这些的症状会影响到 他的人际关系 还有会影响到 他的工作上的一个能力 这些症状之外 他还会有一些精神行为的一个症状 包括可能妄想 幻觉 等等这些的问题 那一般民众 对失智症比较容易有的民思就是 失智就是记忆的问题而已 所以会把失忆症跟失智症两个画上等 事实上不等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常有的民思就是说 失智一定是老人家 我们现在在台湾 65岁以下的失智症的患者就有超过一万人 很多的个案 其实50几岁 他就开始失智 所以失智他不是老人家的专利 那另外有一个大家的民思是说 他应该就是呆呆的 会发动 行动不方便 这样子才叫做失智 所以你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 他看起来不像有失智 其实轻度及轻度甚至有些时候到中部的失智 看都还看不出来 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那我常讲 当每一个人看他都知道 这是一个失智患者的时候 差不多是在中度 所以大家在失智症这个部分 要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们要在那个很轻度的时候 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开始发现 他跟过去不一样 譬如说 以前呢 跟你约好的时间 他就最后准时到 现在呢 约好的时间 他不但没到 你打电话问他 他说 我有跟你约吗 这个跟过去是很大的不一样了 那另外一个 个性的改变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过去他可能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要买东西都是要想很久 算很久才会下手的 现在不一样 一个东西 哇好几千块钱 他竟然马上就下手了 这不太像以前的他 那这些的不一样 超过两项以上的时候呢 包含两项 其实你要注意 他会不会是一个失智症的早期的开始 这些认知功能上面 跟过去是有明显的不同 超过两个 含两个 可能就要去就医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呢 那要去看哪一科 精神科 神经内科都可以 那现在很多呢 都会挂一个失智症的特别门诊 或者是叫记忆门诊 这个都非常好 那当然大家如果不知道说 长辈这个状况 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台湾失智症协会有一支 0800专线 大家都可以打 任何失智症的问题都可以打 它是0800474580 那有一个谐音 失智时我帮您 那这支电话呢 你任何有关失智症的问题 你就打 有上班的时间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九点到 晚上九点都可以打 所以下班的你一样可以打 所以尽量的去使用这支专线 那刚刚提到说 我们去门诊看医生 那你想 带长辈去看医生 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跟长辈说 我带你去看医生 看看你有没有失智症 长辈会生气哦 所以不能这样讲 那当然如果刚好长辈 跟你讲 最近我怎么事情都记不住 那在路上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他好像跟我很熟 可是我怎么不认识他呢 当长辈跟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就说 这个状况很重要 那爷爷我带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 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早点发现 早点处理 这样子顺势来说OK的 但是如果他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完全不觉得我自己怎样 大部分的失智长辈是这样的 就可以用很多方法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爷爷想要带奶奶去看医师 那奶奶他们怀疑有失智 那这个爷爷用的方法就是说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看你也看 我们两个一起去看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 他最爱谁 譬如说 那个奶奶最爱孙子 那就让这位金孙 去陪奶奶去看医师 那去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两个一起看 有一个诀窍非常重要 把家里长辈的状况 事先写下来 不要在长辈的面前跟医师说 奶奶记不住 同样的东西买好几回 冰箱一大堆高丽菜 煮了好几锅的饭 你很像在医师的面前数落他 这个不行 他以后就不跟你出来 这个医生他也就不看了 所以我们事先把它记下来 那把记下来的这部分 交给医师看 失智症专长的医师 都很懂这一套 他们也知道 怎么样跟失智长辈互动 不会让失智长辈很没面子的 所以这些技巧记住的话 其实在带长辈就医 就会非常的顺利 居家的照顾上面 对于轻度及轻度 甚至到中度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强调 要尽量让长辈 有多一些的活动去做 比如说是打麻将 出去散步 还是这个社区里头 有任何的活动 让他去参加 其实都非常好 那居家可能会有安全的问题 是哪一些呢 譬如说他会走丢 那譬如说这个厨房 他煮菜 忘记关火了 结果就闹火灾了 如果以危险的东西来讲 譬如说他会把 沙拉油跟沙拉脱 两个搞不清楚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其实在标示上面 做得大一点 清楚一点 让他不会搞错 或者收一个起来 那另外一个 他要用的放在那边就好 那另外稍微注意一下 有一些长辈对于门槛 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分辨的 所以就容易跌倒 那另外 我们有很多比较锐利的桌角 有一些长辈 他会分不清楚 所以你这些桌角 可以加一些保护垫 可以预防他 东状西状 那在饮食上面 基本上还是地中海市的饮食 青菜蔬果多 五穀杂粮多 要注意就是长辈都会有些慢性病 慢性病没有控制好的时候 他的高血压糖尿病 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认识功能的一个改变 他的整个退化状况 那如果这个长辈会走丢 那这个就有很多的方法 如果你都有家人一直陪着他 那就没有问题 但是万一 他常常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就跑出去了 可以用一些方法 那个门的地方 你加一个布帘 像窗帘一样门帘一样 那如果当在家里 那你可能你要睡一下 那你这个时候就把门帘拉起来 让那个门的样子不见了 他没看到那个门 他就忘记想要出去这件事情 那长辈还是有机会出去 对不对 那出去了之后呢 你可以事先跟四周围 你们家附近的杂货店 还是美容院早餐店都统好 跟这些的商店的老板们 事先都打好招呼 那拜托老板们帮忙 如果看到我奶奶一个人走出来的话 请打电话给我 我就马上把他带回去 那再来呢 在长辈的身上 你需要预奔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爱心的手链 可以去跟老萌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 或者是各县市的社会局去申请 那另外 台湾市日政协会这边 也有一个爱心的布标可以申请 每位长辈呢 我们会给20个 可以把它缝在衣服上面 背包 帽子 任何你可以把它缝上去的地方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紧急联络卡 可以挂在包包上面 或是衣服上面都可以 发现的时候 就可以从里面的资线 去跟家人联络 再来就是 我们可以准备 卫星定位器 那另外还有就是 手机互相的定位 但是呢 不管是手机或是卫星定位器 一定要记得帮它充电 那这些的方法 最好不要只有一种方法 而是多元的方法同时使用 只要其中有一个方法 奏效 那就可以把长辈带回来了 那另外我也想 请大家帮一个忙 因为每一个人在路上都有机会碰到我们走丢的狮子长辈 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看起来疑似是狮子者 在那边彷徨 然后衣服穿得好像不太对 两只脚不一样的 那你如果方便的话 过去关心一下 有看问留波四个动作 看观察问去了解他 跟他对话一想 留你就陪在他身边 波呢 波打110 请警察来帮忙把这位长辈带回去警察局 警察局这边就会帮忙去找到他的家人 大家其实都可以做得到 可以帮很多长辈能够安全的带回家 家属非常的重要 我们常常在讲说你在飞机上面 如果那个氧气罩下来的时候是谁要先带 当然是大人先带在帮小孩子带 那同样的我们在照顾狮子长辈的时候呢 是照顾者要先带氧气罩 然后再给长辈带氧气罩 那个重点就在 照顾者要照顾好自己 你才有办法提供好的照顾给狮子长辈 对家属来说很关键的是 你必须要对这个疾病的进程 整个病程 还有他的照顾的方式必须要有理解 你不理解这个疾病的时候 你可能一天到晚就是跟他在打架 冲突两败俱伤 那有一些家属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去照顾 可是那个期待很高 希望他吃了药之后就应该要回复到以前正常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那个期待要能够合乎现实 参加家属团体 参加照顾训练的课程 让自己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 那从家属团体当中 你也发现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照顾失智长辈 而他们照顾碰到的问题 跟我碰到的问题 其实都一样 原来有这么多人都跟我碰到一样的问题 那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 你绝对不孤单 那接下来是有很多社会资源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自己没有好好照顾 然后去让长辈去日照中心 好像我不像 但是不是的 不是的 让我们失智长辈去 失智的据点 日间照顾中心参加这些的活动 对我们长辈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的状况可以有改善 而且白天去参加这些活动 他晚上就会睡得很好 你照顾上就会好照顾很多 现在加上有很多长照的服务 打1966做完评估 知道说我们长辈可以用哪一些的服务 那就尽量的去使用 那这样子对长辈自己本人 对家属都是最好的 那家属呢一定要给自己喘息的时间 才能够走长远的路啊 所以家属如果在照顾上有任何的困难 其实都可以打我们0800专线 当你走不过去的时候 卡在那边的时候 你就拿起电话来打这一支0800专线 相信可以帮忙你去顺利地度过这个关卡 那我想这样子大家都可以有比较快乐平顺 平安的一个照顾的历程 商店的老板可以做一件事情 把奶奶留下来在她店里头 请她喝一杯豆浆 这个钱当然家人自己要付 但是呢老板就可以跟她讲 哎呀奶奶我请你喝一杯豆浆 奶奶你做人很成功 奶奶就会超高兴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